我想做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之前的地位投票指南網站 然後簡單就是要做一點利用性測試 就是把它那個流程 還是什麼那個UYGMA 就是做了比較符合使用者 可以耗一點這樣 簡單講 簡單就是這個地位投票指南網站 那我想做的東西就是 我們現在徵求有三種 第一我們就是受測者 然後第二我們就是要有使用者經驗的 然後第二我們就是評估者 那簡單就是有個 就是我邀請受測者在這邊 然後問他 給他指派一天任務給他 然後我會把他全程 就是比如說 把一個任務給他 然後要求他去做這個任務 然後那個他那測試的畫面 還有他講話的聲音 還有甚至他的人 我都會錄一下 然後看說到時候怎樣 我們再來評估怎樣 那我簡單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最近有個狀況就是 誒 洪秀之段說啊 他好像山山伏地在怎樣吧 那就是一個場景 那如果我是 我是想投票想選舉的人 就是我會想說 誒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利用這個網站啊 那我就會去形容說 誒 我為什麼去尋找有關速度解決的 相關的能量啊 或是組成相關的表決紀錄呢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 他所有的東西通過錄下來 這樣 所以說我在這裡要徵求的是 一個收測就是說 他有投票資格 然後沒有使用過這個 立委投票網站的網站 然後他也沒有IT 設計材料相關的經驗 這樣設起來會比較準 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第二個就是使用整天 就是他 就是可以幫忙設計任務 然後做測試 這樣做什麼 好 上面都有那個 黑胖 就在上面 就去找 好 就這樣 好耶 謝謝 謝謝 謝謝